最近知名韓宗 Running Man的主持人劉再席 因為替韓國的冬奧選手打抱不平 慘遭中國網友出征 他在節目上說 看到自家選手背叛犯規,真的好生氣 好在之後還是把金牌拿回來了 結果這段話,被小粉紅大力砲轟 叫他滾灰泡菜缸咧,繼續發酵去 那大批粉絲也心碎一地 很累留言,祖國面前無偶像 比較特別的是,入華之後的劉再席 自己沒有道歉 反而是中國粉絲替他成立的微博粉絲團 自主宣布要結束營運 而版主在宣布結束營運的聲明說 因眺望的視線方向不同 未來的路不能再一起走了 最後這篇文章更哀痛的寫下 所愛隔山海,山海不可憑 好,我能夠體會到粉絲的悲傷 但是韓國人挺韓國選手,到底哪裡有問題? 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 不知道的朋友也可以看看別人的留言